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怎么样 司令 事情办妥了 廖先生跟几家外国的报社 关系还不错 他答应帮我们刊登 旧案重审的消息 所以在这压力之下 他不可能一托再托 见过贪的 也没见过裴训这么贪的 一分钱不出 活儿全我干 给他八成还嫌少 果然最狠的 还是这些拿枪杆子的 这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啊 夫人哪 那你说的这些拿枪杆子的 包不包括我呀 你呀 你不仅让我赚不到钱 还让我倒贴钱 夫人辛苦了 谁让我说了 我要养你一辈子呢 话都说出口了 也只能认栽了 正好 二哥 原来你一直靠嫂子养啊 坐回去 那你不是常吃软饭呢 加斯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啊 裴训这个老东西 他是要彻底跟我翻脸哪 拿洋人的报纸恶心我 看来他是铁了心 要跟谭旋林站在一起 这消息啊 确实是我放出去的 我是怕 您错过了开庭的最佳时机 所以我才斗胆 帮您下决断 谭旋林 你不要以为 用了你老婆的几箱银子 你就可以在老子面前自作主张 晚辈不敢 你知不知道 徐伯军 驻扎在长江边上的几支部队 已经开发北上了 老子真跟徐伯军打了起来 别说商号的那点银子 就连整个沐家填进来都填不保 我导胆问您一句 您想不想让徐伯军 也有来无回啊 怎么讲 徐伯军已经在北京了 就住在岳城会馆 他现在人在北京 千真万全 他派副官与您虚语尾夷 自己却在背后暗中筹谋 杜军 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只要开庭 定徐伯军有罪 立马就能把他抓进监狱 到时候 是病死狱中 还是畏罪自杀 不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吗 今天北京最高审判厅 在这里公开审理 原告沐婉清 诉被告徐伯军 民国五年 沐远航遇害一案 毕人担任主审法官 现在宣布 开庭 我们有人证 待人证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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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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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犯了死罪 本来昨天就该执行枪决了 多活了一天 还能挣一笔抚恤金给老婆孩子 我没有遗憾 本证人敏大成在此当庭作证 证明十多年前的绑架杀害沐远航之案 真正的幕后凶手 就是徐伯军他们一伙人 现在我宣布 徐伯军杀人罪为正罪成立 徐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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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伍军 徐伯军 徐伍 刺令我下野交出军队 他培训算个什么东西 高等审判厅的判决他算个屁 既然要撕破脸那就打 都军 我们的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值得都军一声令下 好 都军 咱们的人奉命去收编徐国军的军队 他们继不配合 好啊 这仗是这个老小子调下来的 我们奉陪到底 老爷 我们不是有意要欺瞒您的 是大小姐她怕您身体吃不消 让我们不要告诉您 不怪你们 我知道 婉晴是担心我的身体 难得孩子一片孝心 薛阳哥 少帅 独军派我来协助您配发物资资助 等完毕之后请您尽快返回岳城 这场仗天使地理人和我们一样都不沾 为什么非打不可 为什么非打不可 独军军令 这场应仗必须打赢 副帅 是想打得培训肉痛 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 独军正是这个意思 可打仗是要死人的 这么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 就成了谈判的筹码吗 这个少帅就不必管了 独军的军令士 等你把物资自重配发完毕之后 就由属下带着您返回岳城 这里不安全 独军一直挂念着您 夫妻 这是要我临阵脱逃吗 少帅 这个时候了 您就不要再使性子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要走一起走 要留 一起留 小四你干吗 你快起来 你快起来 二哥 掌羞辱夫这四个字 你做到了二哥 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呀 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呀 我已经不是那个 需要你保护的小孩了 我可以保护自己 我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所以这次 不管我和少君的未来如何 你请让我自己做主好不好呀 二哥 丧鱼 这次裴公子一定会受牵连 你跟着他 肯定会受苦啊 二哥 比起危险 我更害怕离开 我怕这一离开 就是一辈子 你对我妹妹 怎么想的 谭司令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你喜欢他吗 我明白了 我绝对不会让他跟一个 连说喜欢都犹豫不决的男人 我喜欢他 他根本就不知道裴家的水 到底有多深 他再成熟也只是个十八岁的孩子 你三十鞭子就变成这样 你怎么保护他 拿我的命 我特别不想让他留在北京 但是他因为你 一定要留下来 那我就要看看 这个让他奋不顾身的男人 到底值不值得他这样 但我最担心的 就是你和你父亲的关系 会牵扯到我妹妹 他是我谭悬林唯一的妹妹 我绝对不能让他过这样的日子 如果你想给我妹妹 一个安稳的未来 就必须要改变你和你父亲的关系 改变我和我父亲的关系 我听说 你是保定军校的优等生士吧 肯定研究过很多战力 我教你一招 把你父亲当成一个对手 好好研究一下 你照顾好自己 哥 这是裴家女中的入学申请 我去学校帮你办好了 小四 有几件事 我必须给你交代清楚 第一 说话做事 一定要格外谨慎 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 立马给我拍电报 不能录莽行事 第二 跟那小子相处的时候 注意分寸 不能单独进入他的房间 第三 不许留宿杜军府 我回到上海 马上给你学校打电话 核查情况 哥 你怎么跟个老头儿一样 乐里巴塞 小四 既然你选择了他 以后的路绝对不会风平浪静 值不值得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哥要说的是 以后谁要是欺负你 会到哥身边来 有哥在 不会让你受委屈 哥 哥 哥 谢谢你 可可 每一场仗都是两败俱之伤 再打下去 还有什么意义 现在都军的位置已经保不住 现在只有保住军队和地盘 才有东山再起的希望 这是决定徐家未来的生死之战 再这么打下去 不用别人来是我的兵权 我们的军队已经打光了 都军下的死命令 少帅难道要违抗军令吗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发通列 即日起 我辞去岳城都军之职 独军府所有兵马 暂有你们二位劫志 再给光耀发个电报 叫他把部队带回来 属下定不如使命 为独军马首使征 我们这次一败涂地 罪魁祸首是他谭玄林 此人不除 我们永无宁日 你俩在看什么 这些都是从寒谷关 逃难过来的难民 培训和徐伯军开战 周围的县城都空 北边有培训的部队 南边是徐伯军和革命军对峙 他们没有地方可去 只能逃往上海方向 都怪我 是培训和徐伯军不顾百姓死祸 我逼徐伯军下野 就是为了保住我自己上海王的位子 徐伯军和裴勋交战 是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的地位 我终于明白 廖先生那句话 如果有一天 我坐到了徐伯军的位子上 可能会变得和他一样 司令 老吴 你路上还顺利吧 很顺利 爸 你怎么来了 我的女儿长大了 有勇有毛 我们回去吧 具体的我们回去再说 小心 老吴 老吴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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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 郑一生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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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思琳 伯父 我把万青交给你了 爸 别 别说话了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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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谭思琳护着你 爸爸放心 到了那边 我会和冰清 远航一起 等着和你们的喜交 爸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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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说话了 啊 爸 老吴 妈 伯父 你醒醒吧 你醒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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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妈 妈 我 妈 妈 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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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妈 deixa 妈 安晴 都说不好 那两个刺客明明是冲我来的 可是没想到 不怪你 不然爸爸也不会把我托付给你 安晴 安晴 我不想再等了 我想每时每刻 都陪在你身边 保护你 照顾你 一刻都不让你离开我 我们结婚吧 完成你爸爸的遗愿 好吗 可是爸爸才刚走 我还在守孝 我知道 穆伯父的仇 我一定会报 但是他也说 在那边 等着喝我们的喜酒 我们别让他等太久 好吗 司令 那个下人的身份已经查到了 谁 是岳城人 应该是徐伯军的手下 我就知道是他 你在北京的时候有日本人护着 我就没干掉他 这次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去杀了他 不是 司令 你干什么 我要去杀了他 他能乔装去北京 我就不能乔装去岳城吗 这次我一定杀了他 司令 你冷静点 沐老板已经死 徐伯军肯定要了防范 韩思你给我滚开 今天谁拉我的不好使 不是 司令 司令 那上场之后呢 你还能活着回来吗 爸爸才把我托付给你 你现在自己就要去寻死 你说好要娶我的 你现在就忘了 我没忘 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要是你都不在了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不起 我以后不坏了 不会再让你担心了 对不起 十年前的仇我们已经报了 这一次 迟早也会报的 好 坎旋梨 徐伯军的点报 他希望我们 帮他彻底地除掉坎旋梨 并开出了 优厚的条件 对 这笔生意 真的是划算 说起来 他也挺可怜的 毕竟崔连凤做的那些事情 他都不知情 所以崔连凤付出了性命的代价 而他 只是失去了交行的资本 和他对你用的那些恶毒手段相比 他现在这处境 惩罚都算不上 又何来可怜 你还真是铁石心肠啊 对所有伤害你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在看什么呢 在看你小时候的照片 太可爱了 对了 你有没有发现 沐婉婷这次回来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以前的大小姐脾气都没有了 倒是低调了很多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我觉得 她没可能这么短的时间 就洗心革面 你还是小心为好 放心吧 有我在 谁都不能伤害你 这个 这个是许光耀吗 这是她十岁的时候 来家里做客拍的 她十岁就认识你了是吧 这样的合影 我们都没照过 那等我们以后结婚了 这样的合照不是想拍就拍啊 从我们两个人 年轻的时候 到老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孩子 有孙子 我们每一年都照全家福好不好 好啊 那我们这一辈子 每时每刻 都把它记录下来 好吗 大小姐 大小姐 老爷的书房里还有些文件 我不知道哪些是要用的 哪些是要处理掉 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我马上就来 是 我先过去了 好 帮叔 这个 木工是什么时候 跟他们合得有啊 这是当年老爷压祸的时候 估的白鹅羊枪队 白鹅羊枪队 木工还顾个洋人呢 老爷是听人说 洋枪队的枪法特别神 说是一个能顶四五个 那时候兵荒马乱的 又是打仗又是马匪的 找几个能干事的 也踏实点不是 什么枪法这么神呢 这洋人吹牛的吧 还真不是吹牛的 洋人的子弹特别厉害 那个都是什么开花弹 立枪下去 能交丢半个身子 这是当年从你附近山口上 取下的弹头 廖先生 我这次这么急着找你来 其实 其实是有一个私事 想请你帮忙 跟我还这么客气啊 有话直说 我知道 您在使馆区颇有人脉 是否听说过 有一支白鹅洋枪队 白鹅洋枪队 对 他们的枪法深呼其深 而且十几年前就声明确起了 他们是靠保护生意人 赚取佣金的 你怎么突然间想问这个 慕伯父 当年也雇用过一支 白鹅的洋枪队 他们用的是开花弹 而且最巧的是 他们和我爹 同一世界到过江谱 我明白了 但是玄林 这个世上 有很多巧合之事 也许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 我也希望是巧合 可是廖先生 我是刚刚知道此事的 我现在脑子特别乱 我不知道该去找谁 所以 我只能想到您了 你放心 只要当年的这些人还活着 我一定帮你找到 多谢廖先生 那 那我就不打扰了 谢谢 司令 您不跟穆小姐一块吃饭了 不吃了 为什么 回去吧 行 他说 他们当时从江湖上岸的时候 发现了另一伙军人 穆老板认出来那是罗都军的人 而穆老板押送的 却是徐都军的货物 双方交战 是敌我关系 穆老板为了安全起见 趁这伙人一字纵队进入商骨的时候 下令开枪 无人守华 司令 司令 刚才穆小姐来电话了 告诉他我想事 不让任何人打扰 可是穆公管还在筹备你们的婚礼啊 那他打电话过来就是 让我休息一会儿 你们先出去吧 司令 出去 走吧 走吧 好了 真好看 穆小姐 这套婚纱好适合你啊 哦 不过这个腰可以再紧一寸 会显得线条更好 好 穆小姐 小叔叔他喝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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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多了 你曾经告诉过我 真正的信任 是在彼此看不到的地方 依然选择相信对方 所以这一次 我还是相信你 我相信你突然的冷淡是有原因的 但如果我们还有机会成为夫妻 我希望你能让我看到你的一切 顾小姐 顾小姐 那就有劳了 我 顾小姐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 顾小姐呢 顾小姐要照顾谭司令 恐怕没有时间见你 顾婉卿 你有没有搞错 他谭玄林还没跟你结婚呢 这就敢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了 你就这么惯着他 顾小姐和谭司令是亲人 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 他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原因 你放心 他们俩之间不会有事 这叫没事 孤男寡女共处一事 我说没事就是没事 我有这个自信 难道你没有吗 自信 自信 我当然是有的 那就赶紧回去 别把事情闹大 否则你和顾小姐更没有戏 不可理喻 开车 木管家 那天谭司令有没有说什么 谭司令也没说什么 就是一直在看照片 不过他问了两句照片的事 你把他那天看的相册全部给我 就是这张 好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照片我已经找出来了 也放在了明显的位置上 我猜 谭司令应该已经看到了 只要你按照 我所说的完成 你就会是 木家以后的掌门人 那你跟木小姐的事情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那木姑娘当时只是个孩子 就算木志远做了什么错事 那跟她也没关系啊 这既然你们这么相爱 那为什么不让父辈的恩怨到此为止呢 我不是没有想过 但一辈子这么长 我如果不管不顾的就娶了她 这根词会一直横在我们中间 我不好会伤害她 我答应过她 我这一辈子 要爱她 保护她 如果我做不到 我不能娶她 幸亏你提前一步找到了谢尔盖 花重金收买了她 急去偏造的事实 就让谭轩林和穆婉青反目成仇 这真的是四两不千斤呢 要不是我急着赶着去追杀谭子瑶 她早就成了我的枪下鬼了 各位 可都是上海贪有头有脸的人 为什么要为难一个弱女子呢 不觉得有点不要脸吗 我谭轩林 以上海司令的名义 再向你们担保 大华公司欠你们的钱 由穆家商会承担 只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必须要放她的电影 好 先离 这是 我是来交代你件事的 大华电影公司的老板跑了 欠了各家电影院一笔钱 双儿的芯片也要上了 必须先把欠款结清 人我带来了 你安排一下 我安排什么 这件事情好像和我穆家商会没有关系吧 是 本来没有关系 但是我答应了各位老板 大华公司欠的钱 由穆家商会承担 我不是不支持顾小姐的电影 只是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不管其他的 我就问你能不能快点 你有没有想过 我要是这次给了钱 那大华公司其他债务怎么办 他的员工是不是都要来找我 他其他债主是不是也要来找我 这个口我真的开不了 我懂啊 在穆家 我说了不算对吗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讲道理 我上海堂堂的司令 做不了你穆家的主吗 真叫我吃软饭的了 讲道理 杉鲁 《ileen盛 XX去年》 gaps 漆berg 欧den 大家 不愧 想要摔营 又死了 我觉得他们做不了的 别的办法 你干吗呀 吃枪药了 双儿 你放心 你的芯片一定会准时少爷 他沐甲府帮你 有的是人愿意帮你 各位老板 我以司令部的名义担保 欠你们的钱 如数奉还 各位请回来 小叔叔 你刚那么对沐小姐 太过分了吧 你就不怕他不理你啊 他最好别理我 没想到 如交似妻的两个人 竟然这么快地反目成仇 谭旋林和顾叶霜 本来就是不清不楚的 有钱有势的男人嘛 脚踏两只船 也是常事 但是那个慕婉卿不能让他置身事外 想办法要把他拉下水 我会让慕婉婷去吧 按照当前的局势 只有让北京政府对谭旋林下手 才能让他一败涂地 你把你好举报谭旋林通敌的电报 发给北京政府 是 正可谓一野北风锦 不出意外明天就是谭旋林的死期 停车 您不能进去 我来找你们司令 慕小姐 您真的不能进去 婉婷小姐 怎么了 我来找你们司令 我们司令不在 请回吧 今天 你要么开枪打死我 要么就让我进去 我去 玄璃 这里没有外人 你跟我不用演戏 你是不是有 有事瞒 瞒着我啊 你跟我说 我会保守秘密的 这些天 我一直在想我们两个 之间发生的事情 但我真的想不明白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好端端变成这样 你就当我 就当我是一个 阴晴不定的混蛋吧 可你明明就不是啊 你告诉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我连原因都不知道 只是你不知道 我真的好累 我觉得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那就别坚持了 你休想让我这么不明不白的放弃 你休想让我这么不明不白的放弃 我 十年前 我爹押送军火 突经江谱 被一伙人偷袭 全军抚马 他们用的是开花弹 杀伤力即将 这种子弹 这种子弹 各国的正规军都禁止使用 我爹在死的时候 胸口都被炸掉了大半 那火人是谁 十年前 你爸爸替徐伯俊押送武姿 也经过江谷 他雇佣了一队 白鹅的洋枪队 这帮人用的 就是开花弹 雇佣的理由是 战斗力高 我不信 你不信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你回家翻翻你家的相册 看看你爸 和洋枪队的合影 而且我还找到了 当年洋枪队的队员 就是他告诉我 是你爸 杀了我爹 我最多 最多 最多最多做到不恨你 从今天起 我们江水不犯河水 什么情况 这发生什么事了 下午从司令部回来 大小姐就急着看相册 可谁知 看着看着就哭了起来 谁劝都没用 大小姐 您倒是说一句话呀 管得着吗 就算我是个混蛋 我不要他 他也会死皮赖脸地跟着我 他也不可能跟你走 还有 从今天开始 你别再烦我了 知道吗 你给我听着 你要真的是个混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卡主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北渡军派来的人 把司令部都给封锁了 很好 只要军火一靠岸 谭玄林的死期就到了 穆婉庆那边怎么样 我已经让穆婉庆 把一批围巾的药品 放进了穆家码头的仓库 看来 他们只需 等待最后的胜利 请 来吧 选一副你喜欢的麻将牌 你什么意思 你在做什么呀 我这么做 是为了你的清白 只有切断你与外界的一切 联系 别人才无话可说 我是个混蛋 用不着你管 我不管你与婉庆发生什么事 但现在 你依然是他的未婚夫 你若出事 必然会连练他 必然会连练他 这次举报你 是我副帅 你一旦露出破绽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所以 我不能冒这个险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在为您的父亲做帮凶 我是在救你 救我 你救我的方式就是让我坐以待遍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现在动用日本商会的力量置我于死地 你更不知道 十年前他是怎么在罗炳文手中生出的 就是因为这个山下蠢衣 山下蟹衣 日本人 报告 货已经到了码头 暂时存放在六号仓库 举报者提供的信息 说是有十多箱步枪子弹 和八挺重击枪 这装备两个团都绰绰有余啊 这革命党 大手笔啊 但是革命党的人并没有出现 我还在仓库里 可是没有人接应 是 这革命党 没有出现 庄兄 你别这么看着我呀 我一直在陪你们打牌 我连司令部的门我都没出过 你不会怀疑我吧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潘司令 不如这样 我们去码头验验货 如果是军火 你亲眼所见 也不至于说我们动了手脚 如果不是军火 你放心 我们调查组 一定会还你清白 好 就依你所言 好 请 好 长官 有什么问题吗 六号仓库 今天所有到的货 是不是都在这里面 长官 这个是九号仓库 六号仓库在后面 这不是六号仓库吗 顶上挂着六的牌子 哪个是六号仓库 这不是六号仓库吗 这不是六号仓库的园仓库 什么宓库的园仓库 你开始一顿的园仓库 你看看这个酒 听我命令 谭司令 你自己的仓库 你不知道错了吗 左兄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就是个粗人 那在这儿做生意 就是为了捞油水 除了钱一份不能少 其他的我一概不管 你问我 我真的不知道啊 这个时候错了 也未免太巧了吧 这就奇怪了 这批军火 到底会去哪儿呢 顾小姐 好久不见 你是徐伯军的副官 如果是万青更换了仓库的号码牌 他肯定是为了用错误的仓库 暂时拖住调查组 这说明他很可能是在我们检查九号残库的时候 把军火转移的 如果这个举报人 看到了万青转移军火 就不会等到现在才举报 如果举报人在牧家码头发现了军火 那以左参谋的脾气 他一定会带着我一起去 好让我当场任长 他不带我去 却又让手下告诉我这个消息 很可能他心里也没有敌意 所以他手里未必有证意 你自己的仓库 你不知道错了吗 他一定是想炸 一定是这样 他会没事的 没事的 谭玄林到底把军火藏在哪儿了 我说了 我只是个演戏的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军火 你们既然派人盯着我小叔叔 那这个问题应该问你们的人才对吧 你不用跟我兜圈子 你要再不说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怎么样啊 女明星 刚才不是还挺嚣张的吗 我告诉你 我想弄死你 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 识相点 说出军火下落 我就放你走 我说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是弄死我 我也不知道 白子凌 穆小姐我们已经带回来了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徐多半呢 徐多半身体不适 我让他回去休息了 反正我是清白的 你们查不到军火 那就得放我走 没查到军火 没查到军火 那我们带穆小姐回来干什么 穆小姐已经把所有的事情 一五一十告诉我们了 谭司令 你现在唯一的出路 就是实话实说 怪不得不对劲 那个女人根本不是婉卿 你们也都知道 我跟穆婉卿 刚刚闹犯 谁知道她会不会烦咬我一口 她要是跟你们说什么 你可千万别信 她巴不得我倒霉呢 二位 谭那怎么样 有结论了吗 谭司令一提穆小姐指证她 马上就急了 还让我们多灌穆小姐去听 别把她放出来祸害她 都说这女人心海底针 没想到这男人觉醒起来 也毫不逊损 好消息啊 刚才徐公子打来电话 说是北京的批夫到了 谭司令没事了 那帮日本人都被抓起来了吗 左参谋的人昨天晚上 蹲掉了日本人的那个居点 抓了好多人 包括山下淳衣的秘书长谷川 不过山下淳衣没抓着 可能是跑了 山下淳衣跑了 那穆婉婷呢 我让商会的人留意了 如果见到穆婉婷 马上报告 左参谋有令 由于找到了新的人证 需要对人证进行询问 左参谋现在已经赶了过去 还请谭司令先留在这里 新的人证 谁啊 是顾月双小姐 她在哪儿 快 我们没时间了 怎么样 救 救 救救你 调查组的人马上就到 只要你亲口承认谭玄林与革命的勾结 我就给你解脱 好 好 好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什么都答应你 求你了 吧 谁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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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花成雨漫天 回到相遇的起点 一眼就见到你 将你认识 书儿 书儿 这纷纷扰扰 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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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干的 我也想知道是谁干的 你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他 为什么 一个长官和两个士兵 口音是约成的 是你父亲看的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他爱着你们什么了 我找了他一个晚上 别看着就要找着了 就杀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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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没事 我们回家 小叔叔带您回家 你再也不用怕了 神夏先生 您找管道做什么呀 你不是想知谭轩林 和慕婉轻于死地吗 我现在去帮你 完成这个心愿 既然你来送死 那就怪不得我了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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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青 走 快走 快走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你放开我 你不是不要我了吗 你不要来找我 不要来找我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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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瞒着我 不要再撇下我一个人 好 对不起 双儿死了 许破军感 都怪我 都怪我没照顾好他 你知道吗 在我来的时候 我特别害怕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 我怕 我怕我往来一步 如果你在 婉清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做非常的危险 如果那个管事没有喝醉 怎么办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吧 那你就不怕吗 为了你 我怕什么 我们中计了 中了徐伯军和山下淳衣的气了 绝对不能让婉清卷进来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山下淳衣和徐伯军到底要干什么 他们怎么对我都无所谓 但是你是我的软肋 我不想让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我不想当你的软肋 我要当你的盔甲 你是我的平安符 那以后遇到了什么危险都要告诉我 我也想保护你 嗯 我知道了 慕小姐 这次多亏了你仗义相助 我替浅县的将士谢谢你 没事 玄陵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是啊 廖叔 不用客气 咱们也算是过命的交情 虽然这次他们没有发现什么 可是那个培勋心里面肯定扎了根刺 这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等你们真的打过了长江 整个上海啊 肯定是你们第一个要拿下的 怎么 也要防着我了 没有 但是你们共产党打起仗来不要命 对了 还有那个独立团号称铁军 自北伐以来功无不克战无不胜 先不说我们的交情 就说是硬碰硬吧 我都没有信心能打赢你们 再说了 我带兄弟们来上海 是来过好日子的 又不是来当炮灰的 你说得对 在这个混乱的世道里 没有谁是赢家 与其争名夺利 不如为这天下人 争一个好世道 所以廖叔 我想和你们一起 为改变这个世道 出一份力 我按照你的要求 把那银坠子 放到骨灰盒里 和他一起下葬了 在大火花前 还留了一缕头发 我把他交给你 你来保管 我想 他想你别在他身边 你自己选 我不会因为你父亲的罪过 就迁怒于你 但同样 我更不会因为 他是你父亲 就会放过他 自古忠孝男两全 是忠于自己的国家 还是孝顺你的父亲 你自己选 徐光耀 我不想成为你的敌人 但如果有一天 我们在战场上相见 我一定不会心软 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以为你守着上海 我守着穆家 咱们就能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 但现在上海是守不住了 我又能守住穆家多久呢 对不起 干吗说对不起啊 难道你这个江城镇守使上任 不带家眷的 好 上海 我要走了 上海 我们要走了 战火连年 最没选择的 其实是他们 都管个 都管个 不是 他 他是 徐薄军的儿子 是的 不过你怎么直呼 我们大帅的名字呢 徐薄军 他是凶手 他是个凶手 这是个凶手 他是个凶手 他是个凶手 就是徐薄军挑起了战争 就是个好人啊 不是你瞒的 瞒瞒了老兄 老兄的心里瞒瞒了 别让他冷静 大家冷静 别这样 别激动 别激动 你这辈子只能是他哥哥 因为你们许家 欠他一个哥哥 好人啊 老兄的好人啊 老兄的好人啊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带着你们什么了 找了他一个晚上 眼看着就要找着了 就差一步啊 对我来说 兄弟就是大事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 现在动用日本商会的力量 置我于死定 而且你更不知道 十年前他是怎么在罗炳门手中胜出的 就是因为这个山下蠢衣 山下先生 日本人 我们都吃你的东西 别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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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 别扔了 郭瑶哥 徐光耀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慕吻清这辈子最大的不幸 就是跟你们徐家战胜关系 你自己不知道吗 慕吻远在火车站遇刺我 谁干的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没有怀疑过吗 没有伤口馆头 杀死我了 你不要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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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扔了 你不要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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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扔了 四小姐发来电报 说她不能来参加婚礼了 她让你和慕小姐千万珍重 不要挂念她 她还附了一首诗 她真的猜到你的打算了 司令 慕小姐 我怎么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这广州的古称是南海郡 这诗的最后两句 是住院玄林 早日脱离北洋政府 拥护国民革命 但是司令 一旦我们公开拥护革命 那就意味着跟北京政府彻底决裂 那四小姐在北京可就危险了 如果裴军再拿她当做人质的话 那 那我们是进退两难啊 现在只看裴少军能不能不负所托 保四小姐平安无事了 谭思 你现在去报社 以我的名义等一份声明 就说 就说 就说谭家四小姐谭桑鱼 生性顽劣 无逆长辈 私自离家与佩少军私奔 寡连贤耻 为家法所不容 顾将其开除出谭氏宗辞 即日起 无论生死 都与我江城谭家无关 不不不不 司令 您疯了 这个声明一出的话 四小姐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能怎么办 我已经给她找了退路 是她不回来啊 可惜 她已经认定了那个裴少军 即使是千难万难 也不会回头的 登了声明 四小姐 就不再是谭家的人了 这样就算裴勋抓了她 也难她没有办法 这是眼前最好的办法了 我终究护不了她一生 她自己选的路 就让她自己走吧 去吧 哥 谢谢你 你哥哥 是个勇敢的人 敢想 敢干 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不后悔留下了 我不后悔留下了 您就是陈少武市长吗 正是毕人 想必谭司令知道 镇守江城 一直是我的职责 我子杰说一直身体不好 所以一直由您代劳 麻烦您了 现在好了 我接任江城镇守使 您也就做好 分内之事就好了 我分内之事 就是保江城的平安 谭司令此番走马上任 带了这么多来路不明的人 恕我恐难从命 既然我接任了江城镇守使 那我命令你 备好营房 备好军饷 把我的兄弟们 迎进城 进城 集中 欢迎新任江城镇守使 有件事 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呀 刘叔 有什么话您直说 我怀疑 你紫洁术不是病死的 真的要去啊 明明知道是鸿门宴 他敢害你叔叔 未必不会害你 放心吧 他不是我对手 现在的还宠威风 江城的情况 可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知道 但你男人什么大方大浪 没见过 放心吧 大帅 江城来电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谭轩里没有发现 他能死在江城 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没事吧 呼吸不上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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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司令喝多了 在外边透透气 好 陈少武为了一己私欲 谋害前阵首使谭子杰 这到底是什么事 这到底是什么事 不可能啊 他在死亡之前 抽的正是陈少武给他的哈德门香烟 之后我们对烟头进行了化验 发现香烟当中 很有高浓度的阳帝皇 这个阳帝皇可以使人的心脏骤停 这陈少武为了把持军权 谋杀长官实属丧心病狂 这种人就该死 该死 该死 什么东西 该死 这刘父 是用他手下的两万人 把我们的两千人给围起来了 看来这衣服 也是因为想要发动兵变的时候 方便区分吧 这所功力惯了签 明天只要有人来检查 就会发现问题 糟了 他们竟然敢这么干 今天晚上就要动手 不行 不能是今晚 我必须要把万青送出城 我再拖住刘父 所以刘父是想跟着我找到徐光耀 今晚才没有动手 是 可是刘父手下有两万人 你只有两千人 你能支撑得住吗 这刘父呢 一直在养兵 而且他手底下的兵久不操练 我谭家军可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 撑到徐光耀前来支援肯定没问题 可是光耀哥现在在淮南前线 最早也要后天早上才能到 一一敌事 我不放心你 你男人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 但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今天晚上我们要拜堂成亲 我们把名字写上 我们把名字写上 从此以后 你终有我 我终有你 我终有你 我船会让你 我们还没喝浇杯酒呢 新婚之夜不喝浇杯酒 不吉利 来 你想惯我 我惯你干吗呀 你把我惯罪了 你就不用碰我了 这样就算你死了 我还可以再嫁 交杯酒我喝 但是说好了 今天我们谁都不可以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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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走 我想留下来陪你 我说过要给你一个家 我们要生好多孩子 我们每年都要排全家府 我不想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得走了 刘傅的兵还盯着我呢 万卿 请 万卿 我的兵动不了 为什么动不了 我们现在正在和乌乎镇守时 两个式对峙 如果我的兵现在调去江浙 我会让你去江浙 海南很快又会落入敌人手中 不过我已经向司令部通知了 司令部现在马上会调过去两个团 前往江城支援 可是刘傅有两万人啊 我们给他两个团只是杯水车心 光耀哥 玄林只有你这个希望了 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 光耀兄 见自如命 江城危机便起萧桥 我与谭家军两千余众 已被叛徒刘傅两万大军困于城内 敌众我寡 孤军奋斗 为成功成人 别无他徒 我既已投身革命 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凶于婉庆自小相识 对他关切之音乃是一片赤诚 你我曾为同僚 虽相交不深 心中却是惺惺相细 肝胆相照 我战死后 婉庆心中必是痛击 你是他唯一的亲人 王兄悉心照料 务必要婉庆将我忘记 快饮余生 就此与我必感念之神 谭选林绝病 他骗我 这敌众我寡的账 咱们谭家军打得还少吗 他刘傅算个屁 大不了就同归于尽 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交给我 准备吧 怎么是你 你都听到了吧 许远自杀了 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什么也没有做 是他知道了真相 他觉得自己一辈子的忠诚 都错付了 不过仔细想想 他的忠诚 也都是你骗来的 骗着骗着 你自己都相信我 所以你作恶的时候 你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你没有资格指责我 承大使者 不拘小劫 立朝帝王将相 那可不收然鲜血 已将功成万古苦 事到如此 事到如此 你以为一个事到如此 就能洗脱你的罪过吗 你杀了我哥哥 栽赃罗独军 骗我爸爸替你筹军饷 你拿慕婉婷来调准敏大成 替你作恶多端 玄陵给我哥哥翻了案 你就想要他的性命 几乎你害死了我爸爸 最后连顾小姐 都死于你的手掌之中 所有的事情 都是世道冰冷 你这辈子唯一的良知 就是你还惦记着你的儿子 可是光耀哥 他根本不会听你的安排 光耀 你不是想看你儿子吗 他正在院子里 意气风发地整顿军队 大帅是独书人出身 一生以天下为己任 半生戎马 力图救国 无奈局势艰难 对于救国之法 不得要领 所以 下意 下意 以求自省 他现在就在这院子里 整装待发 准备连夜去支援江城 有这样一个儿子 你一定很自豪 哥 哥 啊 也 报告 他们要抛击鼠牙 司令 我们快撤吧 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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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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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起来 传令下去 哪怕把老城给我炸成灰烬 要干掉谭闲林 是 啊 啊 毒 devot 啊 哼 啊 gl 啊 啊 坦士 坦士 森林 快 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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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出坦权林 是 你答应我的 说好的一辈子 一天都不能少 好 我说话算话 一天都不少 你骗我 你说过你不会受伤的 你骗我 你骗我 没事 увид No committee 莫 想把你跟我一起 给你 τι 00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